白皙肌肤泛着些许红润 一席子群套着初晨之夜 熏儿的美宛如青莲出展 好似那误入凡尘的哲仙 是一种不可泄夺的空灵 如此绝代风华 暗示着熏儿绝非一般的背景 之后灵影的出现 更是让熏儿的身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堂堂斗黄强者只能在熏儿身边做护卫 熏儿的背景足以用恐怖来形容 细想之下不由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但是熏儿的底牌远不知此 在他体内甚至还有排名第四的一伙 方言整个斗期大陆年幼之躯 就已经拥有一伙 除去熏儿之外再无他人 当年纳兰燕燃前往小家退婚 将硝岩颜面扫地彻底触怒了熏儿 这个情节中土荡就已经给了我们暗示了 熏儿其实也是一伙拥有者 在纳兰燕燃与葛燕走出小家时 盛怒之下的熏儿冷冷地说道 不要以为有云兰宗成妖便可横行无击 比云兰强横的人并不少 说吧 一股金色火焰在熏儿的双眸中存储 望着那么细小金色火苗 葛燕身体一颤 用几乎颤抖的身体 接着纳兰燕燃逃窜出了大厅 当时的葛燕已经是七星大斗师的实力 熏儿才刚完成斗气测验 如此悬殊的实力踏距 却能让葛燕感到害怕 足以说明 熏儿眼眸中的火焰威力是有毒恐怖 其实不少小伙伴已经猜到 熏儿的火焰正是来自一伙榜单 并且熏儿的一伙还不普通 名为金帝焚天炎 在23种一伙中也足以躋身第四 如此品质的一伙不仅能让靠后的一伙尘封 更是拥有燃尽斗气烧毁空间之力 别说葛燕 即便是斗黄强者 在熏儿的金帝焚天炎之下 顷刻间也会化为燕没 葛燕如此恐惧也在情理之中 只是那时候的熏儿还只有斗哲气九段 很可能还不具备操控一伙的能力 金帝焚天炎也被熏儿隐藏了很久 直到在魂殿碰撞中 熏儿才将金帝焚天炎召唤而出 成为熏儿重要手段之一